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萌 我发现你变了 我变了 是啊 以前你总是很安静不爱说话 现在开朗一些了 感谢沈 以前我说口吃的侠制就不敢和人交流 那你是怎么克服的呀 其实我也没去克服 是看了沈的话 明白了每一个人都有缺陷毛病 又缺陷没事 这不是败坏性情 沈也不定罪 我就能正确对待了 这心态一变就不受挟制了 感谢沈 那你细跟我说说你是咋经历的呗 行 从济世的时候起 我说话就口吃 平时还好 就是人一多就开始紧张 说话就会出现口吃了 家人看到我说话语句不流畅时 就说你就不能慢点说 又没人跟你强话 我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 就不想多讲话了 上学后也是这样 当老师提问让我回答时 因着紧张 本来能回答的问题也说不出来 口吃更严重了 导致同学都爱学我说话 记得上初中的时候 当时我是班长 有一次看到老师来了 因着紧张 韩其力的时候再次出现口吃 同学和老师听后哄堂大笑 我觉得无地自容 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那从小经历这些事 应该很自卑吧 我几乎都不怎么出门 也不怎么说话 心神后 弟兄姊妹看到我说话 有口吃 也不怎么交通 就鼓励我 口吃不要紧 只要把话说慢一些 弟兄姊妹能听明白就行 是 在弟兄姊妹的鼓励下 我操练交通 慢慢地与弟兄姊妹熟悉了 说话也不怎么紧张 那时我感受到了 从未有过的释放自由 可是渐渐地 我发现在聚会交通的时候 弟兄姊妹经常问我 你刚才讲的是什么 再说一遍 我听不懂 一次两次 我还觉得没什么 可听到弟兄姊妹 经常这样说 我就怕他们小看我 说我这么大了还口吃 话都说不清楚 交通的时候 我就很紧张 结果口吃就更厉害了 我感觉很丢脸 担心弟兄姊妹会不会认为 我没有用就是个废物垃圾 咱们太敏感了 弟兄姊妹让咱再说一遍 是想听得清楚 没有小乔的意思 是 可我当时很受影响 再去聚会交通的时候 我就不想说话了 就怕弟兄姊妹再说 我说话不清楚 他们听不懂 有一次聚会吃喝神的话 我也有些认识 想去交通 一想到自己说话有口吃 话到嘴边就不敢交通了 就觉得自己是另类 弟兄姊妹说话口吃清晰 而自己呢 话都说不清楚 神还要我这样的人吗 渐渐地 聚会时 我越来越不想说话 之前池和神话还有些亮光 现在也谈不出来了 一场聚会的时间 感觉特别漫长 也没有什么说或享受 其实神不看人外表怎么样 神看的是人的心 你聚会不交通敞开 自己的生命也受亏损呢 是 每次聚会 我都感觉是在上刑场一样 聚会时 能不交通 我就尽量不交通 实在推不过去 就勉强交通两句 心里特别压抑痛苦 对神也有埋怨误解 为什么别人说话都这么清晰流利 而我不但不流利还卡顿 怎么能让我变得和其他弟兄姊妹一样 说话流畅 不让别人笑话我 对神有要求了 是 不仅如此 我对待本分 也越来越被动 后来教会选局 弟兄姊妹选我做带领 我心想 我要是近带领本分 接触的人多 那不是让更多弟兄姊妹知道 我有口吃的缺陷了吗 算了 我不能去 不能再丢脸了 就拒绝了本分 后来 姊妹跟我交通 我才勉强答应了 但是 因着有口吃的缘故 我总觉得 自己比弟兄姊妹矮一点 活在消极中 不能自拔 每天就像双打的茄子一样 聚会时也提不起劲 也不愿意交通 有时候 弟兄姊妹遇到难处 我心里明白该怎么解决 可是 我怕自己说话结结巴巴的 他们会小瞧我 我就不想交通 就把问题告诉佩达的姊妹 让她去解决 那这样尽本分太被动了 是 有个姊妹看我聚会不交通 就问我是怎么回事 我就把自己 因着口吃 感到自卑的情形 说了出来 姊妹就鼓励我 每个人都有缺陷 但不影响咱们追求真理 你说话口吃 就是紧张造成的 其实你说话是多依靠神 不要着急 语速慢一点 弟兄姊妹也能听懂 是啊 依靠神慢慢操练 口吃的毛病 应该也能得到一些好转的 是 听了姊妹的话 我心里得到一点安慰 看到神还在接着姊妹 在帮助我 我不能再咽着口吃消极了 我愿意扭转自己的情形 面对自己的缺陷 感谢神 后来 其他姊妹也给我交通 我意识到 自己与人接触紧张 就是怕别人说我交通得不好 这都是我脸面太重导致的 是 我就把自己的情形 带到神面前祷告 求神带领我 认识这方面的问题 一天灵修时 我看到一段神的话 全能神说 多数人都会耍小聪明 就不会寻求真理 他就把自己的利益 脸面 自己在人心目中的位置 或者分量 都看得特别重 他唯一宝爱的东西 就是这些 他把这些东西抓得死死的 当成自己的命 至于神怎么看 神怎么对待 那是其次 先不管 他先考虑自己在这个人群中 是不是老大 是不是能占据被人高看的位置 是不是说话有分量 要先把这个位置占好了 几乎所有人到了一个人群中 都要寻找一个这样的位置 这样的机会 如果自己的本事大 当然要占据至高点 如果自己的本事一般 也要在人群中占据高的位置 如果自己在人群中是下层 素质一般 才能也一般 那也得让人高看 不能让人小瞧 自己的脸面尊严 这是最后的阵地 一定得坚守住 哪怕没有了人格 没有了神的认可 神的悦纳 在人中间要争取的脸面 地位 人的高看 也绝对不能丢 这就是撒旦的性情 但人却意识不到 他认为最后这点脸 免不能丢掉 他就不知道 把这些虚浮的东西 彻底丢掉 放弃了 才是真正的人 把这些该丢掉的东西 当生命守住了 人的命就没了 他就不知道 这个厉害关系 所以 他做什么事都留一手 做什么事都是为了 维护自己的脸面地位 把这些放在第一位 为自己说话诡辩 为自己做任何事 光彩的是 他总往前凑 想让人知道 有他一份 其实这事跟他无关 但他总不甘落后 总怕别人小瞧 总怕人说他 什么也不是 什么也做不了 什么才干都没有 这是不是撒旦性情支配的 什么时候 你能放下脸面地位 这些东西了 你就轻松自由多了 就走上做诚实人的路了 但这对很多人来说 都不容易做到 比如 上镜头露脸的时候 人都争先恐后 都喜欢露脸 露脸越多越好 很怕露脸太少 为了争得露脸的机会 还能不惜一切代价 这是不是受撒旦性情支配的 这就是撒旦性情 你露脸了 你露脸了又能怎么样 人高看你又能怎么样 人都崇拜你又能怎么样 这能证明你有真理实际吗 这没有什么价值 什么时候 人能胜过这些了 对这些东西淡薄了 不觉得这些东西重要了 脸面 虚荣地位 人的高看 这些不能左右你的心思了 不能左右你的行为了 更不能左右 你如何尽本分了 你尽本分的果效 就会越来越好 纯洁度越来越高 阿玛门 看了神话的街市 我认识到 人无论素质好呢 都想在人的心中有地位 都不想被人小瞧 自己就是有扣吃的缺陷 也不想被人小瞧 是啊 因着自己说话不清楚 弟兄姊妹在我交通时 问我说的是什么 我就觉得别人是嫌弃我 瞧不上我 内心感到很自卑 甚至消极地不想尽本分了 我的脸面太重了 想想自懂事以来 受家人的熏陶 学校的教育 人活脸 属活皮 人过流明 燕过流生 这些撒旦毒素 一直扎根在我心里 让我错误地认为 人活着就得要脸面 不能让人小瞧 我跟外邦人接触时 因着说话口吃 遭到他们的讥笑 我为了不被别人小瞧 只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能不说话就不说话 即使说也只是简单说一两句 或者只是笑笑 点点头 跟弟兄姊妹接触时 我要是说话多 出现口吃了 就会在心里猜测 他们会怎么看我呢 会怎么议论我 总感觉 大家看不起我 活得很痛苦压抑 吃喝神话时 我也有些领受认识 只是怕交通时有口吃 弟兄姊妹会看不起我 就不交通 还无理智地要求神 把我口吃的缺陷挪去 甚至还想推脱本分 弟兄姊妹有难处 也不交通解决 没有尽到一个 受造之物该尽的本分 看到自己 一点理智都没有 我这就是在与神对抗 是在被你神 是 想想 即使别人高看我 脸面像花儿一样 光鲜亮丽 又能怎么样呢 她不能给我带来 生命性情的变化 只会让我 为了面子患得患失 离神越来越远 最后被神厌弃淘汰 是 认识到维护脸面 会给自己带来 这么大的危害时 我不再去考虑 弟兄姊妹怎么看我 就想着 怎么把自己的本分尽好 是 我的地位心也很重 一出现问题 就消极想退缩 有时宁愿放弃本分 也要维护自己的名誉地位 这流露的就是撒旦的性情啊 是 一天我看到一段神的话 全能神说 在一些场合下 你克服不了的问题 比如与人说话容易紧张 临到事也有自己的想法观点 但就是说不清楚 人多的时候心里特别紧张 说话语无伦次 嘴也哆嗦 有的人甚至还结巴 还有的人 如果有异性在场 那就更是不知所云了 简直就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 该怎么做 这种情况好不好克服 不好克服 起码短期之内 你不容易克服这个毛病 因为这是你的先天条件 如果操练了几个月 还是紧张 紧张就变成压力了 压力给你带来的负面影响 是让你害怕说话 害怕见人 害怕聚会 害怕讲道 这些害怕会把你打垮 那你就不要尝试 克服这个难处 所以 这个毛病如果在短期内 你不好克服 那你别搭理它 别跟它较劲 也不要挑战自己 当然 克服不了也不要消极 你就是一生都克服不了 神也不定罪 因为这不是败坏性情 你怯场 你紧张害怕 这些表现不是败坏性情 不管它是天生的 还是后期什么环境造成的 它充其量 也就是人性的一个缺陷毛病 如果你长期都变不了 或者一生都变不了 也不要把它放在心上 不要受它挟制 也不要因此而消极 因为它不是败坏性情 你改变它 跟它较劲没用 改变不了 你就接受它 让它存在 正确地对待它 因为你可以和这种 缺陷毛病共存 就是你有这个缺陷毛病 也不影响你信神 跟随神 只要你能接受真理 你就可以正常地生活下去 依然可以蒙拯救 它不影响你接受真理 不影响你蒙拯救 所以你不要因为自己人性的一方面缺陷毛病 而常常受挟制 常常消极气馁 甚至还能放弃本分 放弃追求真理 错过了蒙拯救的机会 这就太不值得了 这是愚昧无知的人 阿们 我就像神话说的那样 从小到大 因着有口吃的缺陷 人一多一着急 说话口吃的问题就来了 当被别人小瞧时 就感到自卑 想用人为的方法去改变它 结果事与愿违 导致自己越发消极 到最后都不想尽本分了 甚至还埋怨神 怎么不帮助我改变口吃的问题 现在我明白了 自己有口吃 这是先天的 不是自己想克服就能克服的 有口吃不怕 口吃不是败坏性情 不耽误我追求真理 它只是我身上的一个缺陷 只要正确面对就行了 是 如果弟兄姊妹听不明白 给我提建议 我应该坦然面对 把话重新说一遍 或者说得语速慢一点 不能因为有口吃 就消极地不尽本分了 杜爷 总之 有缺陷不要紧 能克服就克服 不能克服 就坦然面对自己的问题 该怎么交通还怎么交通 该怎么尽本分还怎么尽本分 不用受口吃的瑕疵 是 找到路途了 接下来就知道怎么实行了 是 想到之前 我不能正确对待自己 口吃的毛病 还认为有口吃 就是废物 垃圾 尽不了本分 深不要我这样的人 但是一路走来 教会也并没有因着 我有口吃 剥夺我尽本分的资格 是 是我不能正确对待 自己的缺陷 总跟他较劲 克服不了就消极埋怨 是 其实 当我不刻意去改变他的时候 把话说慢一点 弟兄姊妹也能听懂 我也能正常地尽本分 并不是向自己想象的 有口吃就不能尽本分 是啊 人性的这些缺陷 不影响咱们用心尽本分 是 也不影响我们做诚实人 拦着我们实行真理的 是败坏性情 神做工要解决的 也是人的败坏性情啊 是 想想从小到大 我一直受口吃的影响 同学计笑 家人不喜欢 遭来的都是冷眼骑士 自己活得很自卑 但信神后 神借着弟兄姊妹 帮助我 鼓励我 在我消极痛苦的时候 用她的话语带领我 让我从消极中走出来 我深深地体会到 只有神最爱人 阿们 可我 还总是埋怨误解神 我亏欠神太多 想到这儿 我来到神面前祷告 神啊 从你的话中 我明白了 有缺陷不怕 有缺陷也不是 尽不了本分 我愿以平和的心态 对待自己的缺陷 顺服你的摆布安排 尽好本分 满足你 阿们 能放下对神的误解 活得就不这么痛苦了 是 一天 灵修的时候 我看到两段神的话 放下的实行是什么 就是别追求有高的恩赐 才干 或者追求改变自己的素质 本能 而是在自己原有的素质 能力 本能 等等条件之下 按照神的要求尽本分 按照神的要求 做每件事 你能力达不到 素质够不上的 神不强求 你自己也不要为难自己 你就根据自己认识到的 能够得上的 尽其所能的去做 按你自身条件能达到的 去实行就好了 阿们 阿们 还有一段 我来读一段吧 如果你的人性理智是正常的 你就应该允许自己有缺陷 有毛病 接纳他就是放过自己 也是给自己机会 接纳他 不等于要受他的挟制 不等于要常常因他而消极 而是不受他的挟制 认清自己 就是普通的败坏人类中的一员 自己有毛病 有缺陷 没有什么可夸的 世神高台人尽本分 世神高台人 要将话语 将生命 做在人里面 让人达到蒙拯救 世神高台人 要拯救人 脱离撒旦权势 任何人都有毛病 有缺陷 要允许自己的毛病缺陷 与自己共存 不要回避它 也不要包裹它 不要因此常常内心感觉压抑 甚至总觉得低人一等 你不敌人一等 你如果为尽本分 能达到尽心 尽力 尽意 尽自己所能 有一颗真诚的心 那你在神面前 就像金字一样珍贵 如果你尽本分 不能付代价 没有忠心 即使你比一般人强 那你在神面前 也不珍贵 连沙子都不如 阿门 看了神的话 我豁然开朗 每一个人 都有缺陷毛病 有缺陷没事 自己应该学会放下 正确对待 是 神命定 我有口齿的缺陷 我不要自己为难自己 总想改变它 只要有颗单纯诚实的心 尽心尽意 把本分尽好就行了 是 以前 我总害怕说话口齿 弟兄姊妹会看不起我 就想把这个口齿的毛病挪去 现在 我得顺服神的摆布安排 正确对待自己的缺陷 对 我想到 之前听过一个姊妹的经历 她口齿比我还严重 说话结结巴巴的 听着都费劲 当时有处教会 遭到中共抓捕 各项工作陷入瘫痪 弟兄姊妹都不敢去 而这个姊妹听到后 就自告奋勇 要去扶持这个教会 有些人认为 她话都说不清楚 能复制好吗 但姊妹不受口齿的瑕疵 到了这处教会 就找带领了解情况 看到弟兄姊妹 普遍活在胆怯中 姊妹就一个一个 找他们交通 带领看到姊妹 说话有些不清楚 就主动佩搭着交通 接着姊妹细节跟进 督促工作 带领工人都产生负担 弟兄姊妹 也正常金本分了 感谢沈 看到这个姊妹 虽然说话口齿 但她不受这个瑕疵 金本分也能达到果效 是 我也应该像那个姊妹一样 用一颗真长的心 金本分 这样容易获得 沈的带领 是啊 人能不受脸面地位的瑕疵 把教会工作放在首位 这颗心太宝贵了 是 明白这些后 我知道了有缺陷不怕 关键得正确面对 按照司机素质能达到的 竭尽全力地去做 是 现在落实工作 给弟兄姊妹 交通解决情形时 我不再受口齿的瑕疵了 看到大家的问题 该对付就对付 该帮助就交通帮助 结合自己的经历 找相关神话交通解决 看完神的话 有多少认识就交通多少 有时候心里着急 还会出现口齿 我就在心里 默默倒高神 求神带领我 不受脸面挟制 就讲慢一点 让弟兄姊妹能听懂 把工作落实清楚 弟兄姊妹看到我有口齿 也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 小瞧我 还说我交通的有些路途 有时上岁带领 跟进我的工作 因为紧张 我也会出现口齿 我就坦然面对 自己的毛病 说话也就不紧张了 感谢神 感谢神 这么多年 我一直受口齿的困扰 内心特别地自卑 压抑 这一路走来 我深深地体会到 神看重的 不是人外表的 能说会道 要的是 我们有一颗 单纯常识的心 不管外表有什么缺陷 只要能在本分上 尽心尽力 这样就赫神的心意了 是 就像神话说的 任何人都有毛病 有缺陷 要允许自己的毛病 缺陷 与自己共存 不要回避它 也不要包裹它 不要因此 常常内心感觉压抑 甚至总觉得 低人一等 你不低人一等 你如果未尽本分 能达到尽心 尽力 尽意 尽自己所能 有一颗真诚的心 那你在神面前 就像金子一样珍贵 阿门 阿门 神的话太好了 是